近個多遠, 一個巨型象皮鴨 可以說在香港搶盡風頭 你有沒有去探望它? 當然有, 不過它明天就要離開 相信很多人都會捨不得它 無禮, 請說 我快要離開了, 你們會不會捨不得我? 下一站見, 我會繼續追蹤著你去其他地方 她肯定不捨得 我覺得她是像一個Superstar一樣 在做一個巡迴的演出 我是一個超級品師, 追蹤著她在哪裏拍照 鴨姐來到香港, Jesse 不單止自己拍照 還幫人拍寶麗來, 每張收二十元 好, 預備, 一, 二, OK 之前其實是會覺得是一個商機 我覺得賺錢, 但來了之後 是被這個氣氛飲驗到 每一個人來這裡拍照都很開心 鴨仔在香港一個月 Jesse一共幫人拍了六百多張照 陳太太在這裡擺檔幾十年 從來都未試過 好像這個月一樣, 賺那麼多錢 沒有想到的, 初初 不如見到這麼有趣, 就用來試試 看到這麼受歡迎, 就繼續 你賣了多少隻? 哦, 也有幾千個 跟鴨不同命 這間餐廳不知為何 想到大家看完這麼可愛的鴨仔 會很想吃鴨 特別推出看鴨吃鴨肚餐 鴨仔亦都為牠帶來無比的歡樂 我想抱著牠來親 牠搞的想鴨加釣墨魚團 一推出就全部爆滿 如果平時來說, 我們只是三、四百 現在來說, 只是這個月這樣計算 我們已經超過了一千人 比平時來說, 純粹這個團來說 是超過一倍的 拜拜 鴨仔帶來這麼多的商機 做生意的, 當然不捨不得牠走 但是你呢? 鴨仔亦有沒有為你帶來 很多開心的回憶呢? 有線電視記者, 無禮清國度